维基解密网站近日公开了大量美国国务院外交机密电文 在国际上引起巨大震动和反响 其中部分电文涉及到了中共高层内幕 在曝光的一份密电中 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前驻华大使雷德坦言 他和其他中共高官担忧自己在海外出访期间被法轮功学员起诉 维基解密到目前为止公开了约30份美国驻华大使馆近几年来 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密电 其中一份电文曝光了习近平2006年5月访美后与雷德大使的一段对话 当时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对雷德说 他与他的代表团成员一直担心 法轮功学员可能在他们访美期间构成威胁 因此加派了一些保镖随从 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法轮功 习近平透露说 他和其他中共官员不担心或烦恼外访期间的示威抗议 但是担心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本土发起的法律起诉行动 担忧如果接到法院传票后所造成的后果欲负担 据纽约媒体爆料 习近平2006年5月访美 在出席桥界的欢迎晚宴时 也特别安排了四名保镖 不让试图与他单独合影的桥领近身 从2000年至今 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国家有50多个诉讼案 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 控告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以及曾庆红、罗干、周永康、薄熙来、李长春、贾清林等33名中共官员 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根据明慧网搜集和公布的资料 至今为止 至少有3419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酷刑等迫害致死 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律师 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这些中共官员 不只是他们出访过海外 要面临逮捕跟紧度的司法裁判 同时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法网灰灰 虚而不漏的真理 能够再一次得到历史的验证 目前 薄熙来已被澳洲法院宣判酷刑罪成立 北京市委书记刘琪 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 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 中国科学院610主任郭传杰 中领馆副领事潘新春等中共官员 也分别被美国加拿大法庭宣判罪行成立 为逃避法轮功起诉的法院传票 中共官员外访时 往往不敢从正门出入酒店 今年6月 习近平率代表团访问澳洲时 在堪培拉也是由侧门进入下榻的酒店 以躲避法轮功学员的抗议 追查国际组织通告指出 因2003年浙江乞丐被杀案 栽赃法轮功 习近平周永康被列入追查对象 据新华社报道 当时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 和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曾对此案做过批示 据人民网刊载福建日报报道 习近平2001年5月 到福建省女子监狱和省女劳教所 查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进展情况 德国明镜周刊 引述美国驻华大使密电指出 美方掌握习近平大量资料 57岁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 密电形容习近平对政治野心勃勃 对民主改革不感兴趣 他不惜走比红更红的路线 维基解密从11月28号开始 逐步公布超过25万份 美国在全球的外交机密电文 到目前为止 只公开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外界期待曝光更多的中共黑幕 对于维基解密涉及中共的内容 中共外交部称荒谬 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 暗指是颠覆中国的阴谋 当局全面封杀相关报道 但西方媒体和政府 普遍相信维基解密的真实性 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阿桑奇 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 中共政府和公安看来惧怕言论自由 而这说明政治言论 仍然能够在中国引起变革 连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对美国之音说 维基解密他针对解密都是一些 比如说强势集团 不是针对公民个人的 主要是对于掌权者 应当让他们有所忌惮 否则的话 他们这个权力很容易侵犯到公民的权力 不过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 遭到瑞典方面性侵犯的指控 他12月7号向英国警方自首后被捕 申请保释被英国法官拒绝 阿桑奇反对被引渡到瑞典受审 他的辩护律师说 很多人相信阿桑奇被捕是因为政治原因 目前维基解密网站的服务器已被亚马逊关闭 美国民权和互联网组织表示严重关注 瑞典检察官和两家切断 为维基解密提供服务的信用卡网站 遭到黑客的报复攻击 8号 阿桑奇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署名文章 不要枪毙说真相的人 指出真相不可阻挡的终将获胜 维基解密应当得到保护 而不是威胁和攻击 新台人记者李元翰 肖宇综合报道